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拜占庭圣像话 那我们是教耶稣的一生 因为这个圣像话很多 所以上次没教完 那今天是教耶稣的一生 那第二堂课 那我不知道多少堂课才能教完 但是我还是要继续来介绍我们的课程 上礼拜讲到耶稣受洗 那今天要讲到耶稣被试探 所以我先把这一幅圣像话找出来 上次是讲到耶稣受洗 所以我们就今天接着讲耶稣被试探 那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充满圣灵的 而且在这个入家福音讲说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那结果在那边四十天耶稣没有吃什么东西 日子满了 那他就饿了 那这个也就是在这个圣经所提到的 他为什么没有吃东西 因为他在进食 在进食的时候人是比较软弱 所以很容易受到魔鬼的试探 那有些人会说 哦 这个人比较属灵 那个人比较神圣 所以他不会受到魔鬼的试探 你看这个魔鬼他连耶稣都敢来试探 那他怎么不可能对我们这么普通的信徒来试探呢 当然他也会试探我们 那我们看看魔鬼对这个耶稣怎么讲呢 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你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 那耶稣就回答他说 能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切话 那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刹那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 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缘是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看好大的口气 但是我们知道魔鬼是说谎者 他是一位控诉者 所以他说的都不是真实的事情 所以他常常欺骗我们引诱我们 那然后他继续对耶稣说 你若在我面前下罢 这都要归你的 那耶稣怎么说呢 耶稣就回答说 当拜你的主 你的上帝 但要侍奉他 然后他还不罢休 然后魔鬼又领 这个耶稣到了耶路撒冷 让耶稣站在这个殿的顶头上 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儿子 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来保护你 那他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那耶稣怎么回答呢 不可试探主 你的上帝 那接着下来的经文就是 入家福音四章十三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也可以拿出你的圣经来看 那魔鬼用完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那这边我们只有讲到几样 那可能他用了很多的试探 但是圣经并没有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录下来 那我们再接着看下一幅顺向画 那我们看到这幅顺向画 是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 那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耶稣有没有呼召他呢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 那施起约翰还有两个 他有门徒嘛 那站在那里 施起约翰看见耶稣在行走的时候 就说 看啊 这是上帝的羔羊 那他那两个门徒听他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两个门徒是听了施起约翰的话 就跟从耶稣 那我们知道施起约翰是一位非常好的牧者 怎么说呢 因为他把人领到神的面前 那有些牧者 他没有把人领到神的面前 他领到他自己的面前 那反而让这些人远离神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小心 我们是否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还是我们把自己装大起来 好像自己很了不起 有很多人来到教会 好像是我们的功劳 事实上我们因为这样子的骄傲 就在背后是魔鬼在引诱我们 我们反而还不知道我们做错了 那我们看到施起约翰是这么谦卑 然后耶稣就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说 你们要什么 他们就对耶稣说 拉比你住在哪里 那耶稣说你们来看 他们就跟他去看住在哪里 然后那一天就跟耶稣住在一起 那我们知道有两位听到约翰 跟从耶稣的那两位 那想必你们也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是西门彼得 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 那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基督徒 就是他自己是基督徒 他的家人并不是基督徒 像我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惭愧 我自己是基督徒 我应该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 所以我的家人 所以没有成为基督徒 那这个安德烈就找到他自己的哥哥 然后对他说 我遇见弥赛亚 然后后来就领他去见这个耶稣 那耶稣靠他就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那又另外一日 我们又知道他们往到加利利 然后遇到 这是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是这样子 那当然在有些书卷 我们也有知道 他们遇到这个捕鱼的就是渔夫 那他见到飞利就对他说来跟从我 那飞利是博赛大的人 然后和安德烈和彼得同住在一个城市 那飞利又找着这个拿蛋业 那想必拿蛋业是他的好朋友 那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知道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 耶稣拿蛋业对飞利说 听他的口气就知道他们两个很熟 就说拿上这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飞利说你来看 那耶稣看见拿蛋业来 就指着他说 看哪 这个真是以色列 这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没有鬼杖 那拿蛋业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 耶稣回答说 飞利还没呼召你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那当然 这个拿蛋业在无花果树底下 他心里想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也许他讲说 如果你能让我看到上帝的儿子 以色列的王 就是遇见弥赛亚 那这是他这一生最大荣幸 也许他想这样子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 他可能才会讲说 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可能说中他心里所想的 也许是这样 那耶稣对他说 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 看见你 你就信了 你将要看见 比这个更大的事 又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的身上 那接着他们在这个加利利 那加拿有取亲的宴席 那耶稣的母亲在这里 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 所以那个耶稣和他的门徒 也被邀请去赴宴席 那酒用完了 那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那耶稣说 妇人 我与你有何相干 我的时候 我的时辰还没到 那有些中文版本的圣经 说母亲 事实上是错误的 那原文是写妇人 那我们知道 这是耶稣所讲的 那耶稣是上帝 是神 我们没有资格更改 神的话语 神的教导 那我们不是说 作文老师 小学的作文老师 国中的作文老师 高中的 甚至大学 你在修文学上 我们不是老师来更正学生 这是神的话语 神怎么说 我们就要照原文来翻译 这才是中语原文 因为你如果翻译错误的话 你就会导致这个信仰的偏差 那有些牧者 他在讲道的时候 也会有偏差 那这不是他个人的错误 因为圣经工作者 必须要努力来做这件事情 那因为你的忽略 你的觉得说 耶稣讲这样没礼貌 所以你把它更改了 我们凭什么来更改 神的话语 那他有他很深奥的含义 当然因为现在 圣经版本 教正的比较精准 那你们也知道 这个含义 所以我就不再多解释 为什么是妇人而不是母亲 那他母亲就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那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 那耶稣对这个仆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 直到那个倒到缸口那么满 那耶稣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宴席的 他们就送去了 那管宴席的 尝了那个水 变成了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对咬水的 只有咬水的 这个仆人知道 那管宴席的 便叫这个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的酒 然后等客人喝足了 就是喝盲了 喝醉了熏熏 醉熏熏的时候 才会 才会上比较那个赤人的酒 那你倒把好酒 留到如今 那这是让人家很惊讶的 因为他 并不知道这是 耶稣行的 这个神迹 那通常是 婚宴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没有食物吃 也没喝酒的时候 你一吃 这个味觉是非常敏锐的 那你喝了一定的量的时候 所以你有点醉 那所以他们就不会 再把这么好的酒上来 就会上比较赤等的 所以管宴席的人 才会这样对这个新郎讲 那这是耶稣所行的 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 所行出来的 显出他的荣耀 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门徒信了他 是因为他行神迹奇事 那我们信神 最好不要仰赖 神迹奇事 那神迹奇事是 给一开始的人 那神会用这个 神迹奇事 那帮助你的信仰 当我们成熟的时候 那有很多人 就会讲说 我跟上帝 祈求什么事情 都没有应允我 所以我不想相信 这个宗教 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子 对我们的信仰的话 跟其他的宗教 没什么不一样 你只不过换了一个 神明叫做耶稣而已 因为你就好像去这间庙 拜拜不灵了 那你就换 一直换换换 换到耶稣 那有一天 你的祈祷 你觉得不灵了 事实上神都有应允你 可能不是你所要的方式 那你就会 抛弃这个信仰 那是非常可惜的 那我们 当然在这个圣像画中 我们继续看 另外一幅圣像画 那我介绍耶稣的一生 是按照他的一生 来介绍 那你可能会讲说 奇怪 那这边好像耶稣 又洁净圣殿 还有尼哥迪姆 夜访耶稣 什么都没提到 那因为我找的是 这个拜占庭圣像画 那他是比较严谨的 他并不是 什么都有 所以很容易找 那也许有 那可能 我目前没有找到 因为有的他并不是 都有出版 在书里 那所以有时候 我每年会出国 那有时候到欧洲 那我有看到 耶稣的一生 其他在某些教会 我会拍下来 就是以后放入 上课的教材内容 那有一些圣地 它是严禁拍摄 甚至摄影 然后有些地方是不可以的 但是如果可以 我会尽量做到 如果是你们要寻找一些 西方的这个圣经故事 那是很容易寻访的 那我主要是介绍 拜占庭圣像画 你可以 因为你们上了课 也不止二十几堂 因为现在已经三十几堂课了 那加上一千教的 可能都有七八十 甚至一百堂 所以你可以看到 拜占庭的圣像画 它是非常严谨的 它有神学含义 它不浮夸 那它是谦卑的 那它是不会让人家 有其他不好的 在灵性的方面 它不张狂 那它的圣像画 你看得越久 会越喜欢 这就是为什么要来 介绍这个拜占庭圣像画 那我们可以看到 之后 那在这个 耶稣还没遇到 撒玛利亚人之前 那希律把约翰 关在这个监狱里 那因为他 这个兄弟的缘故 还有他所行的一切恶事 那约翰责备他 所以他就把他 关在这个监狱里 那他做了什么恶事 之后的圣像画会出现 那那时候 我在提及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耶稣 他离开了犹太 那所以他要往这个 加利利去 那要必须要经过 撒玛利亚城 那到了那个城 有一个地方叫做序家 那靠近雅各给他儿子 约瑟的那块地 那那里有雅各井 那在那个井边 靠近井边 那耶稣走累了 那就坐在那边休息 那那时候刚好是 差不多中午的时候 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那耶稣就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打水通常 一般人不会在 中午的时候来打水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午非常炎热 他们打水 通常都是这个早晨 或是黄昏 那妇女们会一起来 那比较有伴 也比较安全 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为什么单独 又在日证当中的时候 来打水呢 等一下的经文会提到 那那时候就只有耶稣 因为他 你可以看到后面的门徒 那他们不在 就是他们去城市里 买食物 那撒玛利亚妇人就 对耶稣说 怎么你是犹太人 会向我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 因为我们知道 犹太人觉得他们是 神所拣选的子民 其他外邦人他们都看 他是比较低等的 像狗 像畜生一样 那 特别是女性的地位 又比男性的更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圣经中很多时候 他提到人数 他只提到这个男人 那并不包括妇女 还有小孩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妇女的地位 是更低的 那耶稣怎么 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呢 他说 如果你知道上帝的恩典 和对你说 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求他 给你水喝 他也必找给你活水 那妇人说 先生 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那么深 你从哪里得来活水呢 所以这个妇女显然 她不明白 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她是看 她就是一般的犹太人 所以她讲这样的话 这样的对话 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那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接着又说 我们的祖宗雅各 将这口井留给我们 和他自己的儿子 还有牲畜 也都喝这口井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那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涌到永生 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就说 先生 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喝 叫我不渴 也不用这么远来 来打水 那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妇女还是在 绕着这个水 想说有了 不知道什么样的水 喝了就不会口渴 也不用这么麻烦 然后耶稣就 就是一直跟他讲 活水这一方面 但是他始终听不明白 所以耶稣转了一个话题 因为他一直在 沉溺在这个 基本的需求上 因为我们知道 水是基本的需求上 耶稣就说 你去叫你丈夫 也来这里 那那妇人说 我没丈夫 那耶稣说 你说的没错 你没有丈夫 事实上我们知道 接下来的答案 他有五个丈夫 然后他又跟 另外一个人 现在同居 可是以一般世俗的人 如果他说 我没丈夫 我们可能说 才怪耶 你结婚结了五次 然后现在还要跟别人 同居 你没丈夫 才怪耶 可是耶稣 并没有讲价 耶稣说 你说的不错 因为我们知道 耶稣他并没有要羞辱 这位妇女的意识 那我们有时候 从世俗的眼光 常常会去润淡别人 那我们没办法 以这个耶稣的眼光 如果我们有 耶稣的眼光来看 看一般人 看一般弟兄姐妹 我们就会有 更多的怜悯 更大的爱 那耶稣的眼里 看到这位 撒玛利亚妇人 她是 不断寻求爱的人 那我们不知道 她是为什么结婚五次 因为圣经没提到 那我们知道 以前修妻是非常容易的 任何一个很可笑的理由 都可以把她的妻子修掉 那我们不知道是她的先生 把她修掉了 或是离开她 或是去世 反正就是在婚姻中 一次一次的失败 我们知道 第一个丈夫 她结婚 第一个婚姻失败 第二个婚姻失败 第三个婚姻失败 第四个婚姻失败 第五个婚姻失败 也就是说 她不断的寻找爱 不断的寻找爱 不断的寻找爱 一直失望 一直失望 那耶稣看到这一点 然后最后又寻找到爱人 又不是她的先生 又没有成为她的先生 所以耶稣看到她 这一面的伤痛 所以她就说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现在跟你在一起的 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说这话是真的 所以耶稣这样子倒破她 她知道 刚才一直在水源方面打转 她突然醒过来了 发现耶稣 她不是一般的人 当然我们知道她是完全的人 她也是上帝 那妇人就回答了她说 先生我看得出来 你是先知 那我们知道 在耶稣这一方面 是非常有怜悯的 那我们知道 卡内基就是小的时候 她父亲 娶了一位太太 就是她的继母 然后她的父亲就把卡内基叫来 介绍给她的继母说 你看这是全城 全城是最坏的男孩 你可以想象自己的父亲说 这样自己形容自己的孩子吗 那她的继母就看卡内基 因为她是小孩 所以很小 她就摸着她的脸 扶着她的下巴 仔细看着她 就回答卡内基的父亲说 你说错了 她是全城市最聪明的男孩子 只是没有找到正常的管道来发泄 那这个卡内基听了就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知道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很大的爱 像耶稣还有怜悯的心 那我们会看的事情更温柔 对人家讲话也是一样 不会老是责备别人 那我们看到这妇女 她现在明白了 是在宗教上的 所以她就对着耶稣说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 崇拜 敬拜 那你倒说 应当在哪里崇拜呢 是耶路撒冷吗 耶稣对这个妇人说 你当信我 时候到了 你们拜的父 也不在这山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那时候到了 如今就是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灵跟城市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子的人来拜他 那我们就知道 接下来就是这样子的对话 然后这个妇人当下听了 他就觉得他遇到弥赛亚 他就把他所有的打水器具丢下来 就往城市里跑 那他你知道他以前是躲着人的 那他现在跑出来 他就告诉其他的人 就是他的一生一世 他是觉得羞愧的 但是他想要证明 耶稣是犹太 就是弥赛亚 所以他把他的丑闻都讲出来 那他也不觉得羞愧了 然后他就说 莫非这是基督 所以众人都跑出去 就往耶稣那边 那耶稣也留在那里两天 然后那些人 最后对撒玛利亚人讲说 我们相信他 并不是因为你所说的 是因为我们亲眼所见 亲耳所听的 那我们在神学上 是非常要严谨的 就是我们要常常进修 要有辨识力 那我又教一位目道者 目前 那他有一次跟我讲 他听到一个目者说 基督徒不应该看电影 那我问他说 为什么呢 他说那个目者跟他讲说 因为看电影的话 在电影院很黑 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就会错过那个机会 那我说 你确定他是目者吗 因为他讲的 一点都没有根据圣经所讲的 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会看到他 连刺他的那位也会看到 怎么可能说 在电影院就看不到 那我们基督徒要有辨识力 不要盲从 那如果他跟你讲说 你不要上厕所 你上厕所 耶稣来你就看不到 难道你就不要上厕所吗 你就要憋着啊 憋到尿毒吗 那这是不行的 要有辨识力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耶稣他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下一幅圣像画 这也是撒玛利亚人 就是刚才所讲 耶稣对他谈话 不同的这个圣像画 那我们看到这幅是什么样的情景 那这幅是 耶稣到了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什么 是西门的家 那西门的岳母害了热病 所以就这个西门 请求耶稣医治他的岳母 当然耶稣就斥责那热病 那热就退了 那他立刻来服侍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 西门的岳母也是一个属灵的人 那有人说地狱是什么呢 地狱就是把女婿跟岳母关在一起 我看这个显然不适用于这个西门 因为他是非常爱他岳母的 当然耶稣不只是医治西门的岳母 那还有很多人就是有任何疾病的 不管害什么疾病的都带到耶稣那里 那耶稣都医好他 那在这其中的时候 也有一些鬼从人身上出来 因为被鬼所付 那他们喊着说 他们对耶稣说 你是上帝的儿子 那耶稣斥责他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奇怪 这个魔鬼的话 他不是讲真理吗 为什么耶稣斥责他 不要他们讲话 因为我们知道 虽然他讲的是对的 那魔鬼撒旦 他是说谎者 是控诉者 他也许会引诱你 他讲了十件事情 可能一件事情是真的 你就是因为那件事情被他所引诱 然后九件事情让你堕落 所以耶稣就斥责他 也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从任何不好的 就是从魔鬼或是负面的方面来得到神的讯息 那这个是对我们不利的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那我们看到这边是耶稣在这个格尼撒勒的湖边 那众人都拥挤他 那要听他的道 那他看见那边有两艘船 所以打鱼的人有的离开了去洗网 那有一艘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了那艘船 那他把船撑开 然后就离开了 那离开岸 然后就坐下来在船上 讲道 那讲完了 那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处 水深处下网打鱼 那西门就对这个耶稣说 夫子我们整夜劳力 却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我不要说西门跟夫子 我把它改成他们的职业来讲 就是有一位渔夫对木匠说 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所以你会听到这句话会很奇怪 要捕鱼 渔夫居然听这个木匠 而且这个渔夫不是新手 那我们知道隔行如隔山 但是他就听从耶稣的话了 然后他下网之后 网住了很多鱼 那我们知道都太重了 网不起来 然后又叫另外一艘船来 然后两艘船都装满鱼 而且装到这个船都快要下沉了 然后我们知道西门彼得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那有很多人会说奇怪 彼得怎么会说这样子的话呢 耶稣帮他让他赚这么多钱 反而他要耶稣离开他 说他的罪人 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一个非常谦卑虔诚的人 我们知道越是谦卑虔诚的人越觉得自己是罪人 所以我们知道他才会这样子讲 那我记得我去那个在希腊的修道院去体验灵修 当然这个院长也跟我讲了一些话 那以后再提好了 那我刚开始去的时候 他们每天都有陈导 就是五点开始 那我第一天去 我是第一个 事实上应该说第二个 因为他们会敲那个恩赐板 就是一个木板敲说 就是像打钟样子一样 那你听到那个你就赶快去参加 因为那修女他们都没有戴都没有手表戴 只有我我有 那我还有这个手机 那他们也没有 那我会有这个闹钟 所以我可以叫醒我自己 所以我第一个起来 那我就觉得非常骄傲 因为因为太早起来 走到那个教会 太黑了我都看不到路 我还用我手机来照亮那个路 然后我就是非常骄傲 我看到有的修女就没有那么早来 甚至有些人还迟到 那我当然就在心里论断他们 有一天我就分配到 因为修道院并不是像你们想的 每天都是在祈祷 那他们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工作 他们是自给自足 那我有一天就被分到牧场 你不知道牧场只有两位修女在那边工作 那羊 绵羊跟三羊的话 可能加起来就上百头 那也有二十几头乳牛 那还有兔子 还有鸡 还有什么呢 好像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只有两个人在照顾这些 还要挤牛奶挤羊奶 然后喂他们食物 还要少粪便 两个人根本就没办法做 永远做不完 因为我帮他们的时候 我也是 就就是做不完 光你少那个牛粪 根本就少的累的钥匙 推都推不动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迟到 因为他们比 不是五点要乘岛吗 他们还没五点就开始 就是去那边牧场工作 那他们有时候从牧场来祈祷的时候 他们还要再换衣服 要换比较干净的 所以他们会迟到 所以我就是有时候会论断别人 会就是觉得这样子是不对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不知道他们这么辛苦 我以为他们是睡完了 那我也知道 有一些人就说 哦 这是很属灵的人 那这是不属灵的人 那因为属灵的人过着属灵的生活 那有很多人去修道院体验灵修 那我去的那个修道院 也有这样子的人 怎样的人呢 他就是到了修道院 看到修女或修士 在那边种菜 砍柴 做一些出火 然后就去跟院长说 啊 这些人怎么都是做一些 这个世俗的工作 我不要做这些 我要去教会 或是我的房间来祈祷 结果中午过后 他肚子很饿 没人叫他吃午餐 晚上的晚餐到了 也没人叫他 然后他饿了受不了的时候 看有没有小夜 也没人叫他 他就跑去找院长说 你们这些修士 他们有没有吃午餐 有啊 有啊 他们有吃啊 那他们有没有吃晚餐 有啊 有啊 他们有吃啊 院长回答 那他说 为什么都没有叫我来吃午餐 和吃晚餐呢 那这个院长回答的 院长怎么回答呢 他说 哦 因为我们这些世俗的人 一定要吃这些世俗的食物 那我想说你很属灵的人 应该不需要这个世俗的食物 所以我就没有叫你 那我还蛮喜欢这个故事 事实上不是故事啊 我去修道院 确实还蛮多这样子的人 不过他们都是自己会来吃饭就对了 那这是与你们分享 那下次再跟你们 一起介绍耶稣的一生 可能要休息几堂 因为我要准备去美国 等我回来的时候 再继续课程 谢谢 谢谢你们的参与